我是丽人坐在我身旁的是今天的解说 哈喽我是夏儿 本次LSL全名女神选麻赛正在火热进行中 本次比赛不光有激烈的对决更有亮眼的美女 16强赛制为BOE的双败淘汰制 同时大家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进入官方微 分享直播制任意社交工具或参与弹幕互动 并截图发制群像册 就有机会获得价值45元的Q币 奖品有限赶快参与吧 活动时间为11月27日至11月29日 活动详情见群内公告 那么接下来要带来的是英雄联盟的比赛 也是优际对战追命购 那我们接下来把镜头交给选手吧 看看选手准备好了没有 是8月29日等的收拾 是8月10月11月5日 甚至是纽不公写上的 是8月10月11月10月12日 岁倒震 也是6月15日 人2020年 这一半提升 是4月15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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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他们其实是要选一个非常强硬的ADFIN吗 输出点 果然 选了一个小炮 那估计约组这边接下来会再拿一个比较有搞固线的 像牛头啊或者是 扶住 扶住 这样的扶住去保一下这个小炮 对 那么很有可能再选择一个比较强硬的上班 那么这样的话他们的输出点可能会更多一些 因为我觉得Luluk和金特斯蛮好的 但金特斯在任务这边你笑了 金特斯 这边是金特斯和他调 这个队员欠我们的 对啊 他说说他只会几个是吗 炸弹人吗炸弹毛 你选了Luluk要弄哪样 这也可能是Luluk但是 可能是专门念了这个影响 防御指援炸弹人对炸弹 这个炎弹担当 诶是要 诶是我了 第一次见到日女去打下路的一个幅度 日女的话顺风比较好打 蜜风就很没难 还是比较多 比较刚才是比较刚 对这个英雄就要打得刚一点 嗯 这边的话 经过这边上单的粉条是一个热纹 现在热纹的话随着他这些装备 他已经热热热热热热前排了 是打一个刺客行卡克的语位 嗯 突进行卡克不错了 他刺客是什么鬼 你听听听看 我刚刚还在反映刺客这边上单 这边上单也是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出镜的刀妹 刀妹 上一集一样 如果说让刀妹大一场的话也是很高大 那不知道哈这 ballet 和上阵的道妹 呃是确不是对对对 是一样的 对 与我说装备的一样的基本功能扎实 哎我们下期间说到 不怎么看到在比赛中有盲声 盲声说着就 对 说着群哪一块一边盲声就选出来了 那真哥这边答应手术还可以呢 其实他这个盲声 插眼摸眼跳眼 然后再加上他们的伞皮 还是不操作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丁哥哥这边呢还是比较 比较主动一点一个 玉女包括瑞文还有盲声 她是一个主动插船的任何一个选择 但优秀的电话是选择一个保ABC的电容 一个围绕ABC打的体系 要看一下小炮会不会在后来会发育的很好 那两边电容就已经选出来了 他们是刀妹队 瑞文 打野是盲声队 直出 跟班是树对 发条 下路是流投小炮 对着日语跟 尽可思 尽可思 让你更成功了一点 所以按照阵容来讲的话 各有听说 我还可以 各有听说 但是 我觉得Dream Girl这边的阵容 好像是选做一个突进 但是UG这边保护能力比较强 不知道Dream Girl能不能突进来了 诶 这个牛 这个是SKT的那个皮肤吗 这个 还是冠军的那个皮肤 是吗 好像一个酷的 像一个球员的皮肤 那这样是两边椅子排开 不知道会不会选择一个入侵或者换路 其实在C组小组赛看到比较精彩的一些套路 包括一级去入侵对方野区 或者说一级换路去强拆对面的 上塔这样 好可惜我都没有看到 我没有解说C组的 是C组的 我基本上我看到的都是以一字排开 大家就是询问 一字排开 一字长蛇阵 你看 C组那边 因为C组有蛮多韩国外援的 他们的打法可能会更先进一点 而且战术的话有很多亮点 这样的话看双方好像都没有一个入侵对面的意思 中路路过去调平一下 这就是传说中的炸弹毛 这边好像小炮看到了 小炮和金克斯在摇摇相吗 暂停 商量一下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开局了 好像没有选择换路 盲声是要红开 来 红开去抓一波中吗 红开去抓一波上也有可能 看一下盲松 他一个带来二级之后的选择吧 嗯 这些给了一个特写 是说这个皮肤非常的好看吗 抓上还是不错的 毕竟前期的话 在六级之前的话 就是说锐文可能要稍微优势一些对着刀妹的话 锐文这边是帮盲松打一下上路的石头人 那他去选择是上线 然后不是像刀妹这样先进去吃一波野怪还是冰 诶 石头人是帮锐文打的 石头人是盲松帮锐文打的 对 可以可以 好 锐文在帮盲松打一波 红 互助行 互助行上野 那估计上野过会有很多联动 不要期待一下 哎呀 鲁鲁说 哎呀 这个鲁鲁我好痛啊 嗯 发现了他前期A人还是蓝的 他虽然是一个AP 嗯 这样的话 盲松也是到达了二级 五秒内年A时 五秒内年A时 造成魔法伤害加成了 嗯 因为鲁鲁这个英雄的话 他一个对线最好的地方就是比较平稳 而且推线比较的快 嗯 就是说要单杀 或者说被单杀 比如这条线之 这就是怎么 嗯 是怎么可能的 主要是一个 评委推线 然后团架的时候去保自己的 主要是他的大招 然后保护一下 给自己的队友做出更充分的输出 保护 是的 盲松这样就是 只是选择去红开 也没有选择去线上杠克一波 那么蜘蛛现在是选择到中路抓一波 中路看这个 那边是没有眼的 是要绕后抓一波发条 这边看下上路也是打起来 这边拼得好凶啊 上路拼了一波 五五开吧 嗯 消耗了一波 然后中路蜘蛛那波是把发条杠克回家了 那么路这样就会更轻松一点 在线上是更好打一点 更舒服一点 那么盲松是来到下路 盲松已经在后草丛 哎这边选择上去了 选择了 哎盲松移过来 踢没有踢到 打不着过来 那这样的话 也就是打一波嘛 打出了一个闪现 应该是有 就是 哎这个我们刷新一下 怎么刷新一下 哎算了 弄了 那上路的话 确实两个人 都是比较自信 互相都 互相消耗 互相打一套这样 不然看到那个 咱们这个爱睡觉的上单 还是比较有实力的 因为它可以打得更凶一点 因为到后期 对 因为到后期的话 就不太好压刀妹了 前期一定要压住它 这个游戏太强了 让我们来学一下刀妹吧 哈哈哈哈 看到蜘蛛这个时候 已经在后草丛 蹲住了 但是对面 若有所觉 好像是 在没有 都离得超远的那种 应该是 感觉到了有蜘蛛的 蜘蛛蹲住 蜘蛛蹲在哪呢 蜘蛛回家了 就蹲蹲蹲 感觉 蹲了一会儿 没有蹲到 没有希望了 就选择了一个回家 那么盲生也是回家补给一波 这样看到的是 两边打野的进程都差不多 就纷纷都干涤了一波 然后喂过 这样 刀妹是发了一波信号 那么蜘蛛是要走到上面去 这是帮刀妹去抓一下吗 这边瑞文也发了信号 这是 没有没有 放弃了 这是 放弃了 这应该是 这边是有眼的 盲森是 盲森被睁眼看到了 那个时候 可能是有一个睁眼 盲森 刚刚哪个地方 蜘蛛还没有往上走 盲森 这应该是一个信号点的 应该是我觉得是 盲森点的吧 嗯 觉得对面打野这个时候 应该是 快要干涉上了 对对 让瑞文稍微往后撤一下 不要压 不要压太深 不要压太深 这可以看到 其实 呃 打野的话 他自己 这边要进行一个干涵 而且还是要对对面的打野 做一个判断 那么这个眼是 看到了蜘蛛 盲森发了一个信号 说 小心一下 中路 军哥这边 其实视野做得不错 而且意识的话 打野的意识还蛮到位的 那种 嗯 那么蜘蛛是排掉了这个眼 下路 也是 选择回家不击一波 那么小炮这个大剑是 可以出 还是我去出什么装备 回家补一波装备 七分钟 七分钟应该也没有那么快 没看到两边那个上单的 补刀还是蛮问的 一刀一个小朋友 这个刀没打得还不错 就看这个塔刀补的超稳 一个没落 这不禁让我想到了 我补塔刀的时候 超尴尬 还没抬手呢 病死了 一抬手 病没打死 被他打死了 都多就是多玩一下 就是对这个英雄多玩一下就会好很多 禁战兵是他打两下 你打一下 远程兵是你打要先A一下 然后他打一下 你再打一下 对 有时候会乱 有时候兵进来不是说满血的那种兵 残血的那种兵 就补足乱乱的 而且尤其是用盖轮这种英雄 就不知道自己要不要上去 露露因为蜘蛛前期帮他干壳那一波 好像现在是打发条还是比较得心兵手的 怕到这里也不怕 我有盾 我先刷一刷 然后团战的时候给队友到处 就是打出比较巨大的伤害 中路的话就是两个刷子英雄在互相刷 发条说我要刷300个链 乌鱼说我也要刷300个链 三百两下 那我们 发条直接开了大招 但是我觉得 他这个大招是开的 威慑性大招 就反正开了大招 我要回家了 打不打得死的 我总要回家了 但是发条的大招 是一定时间有点长 如果这个时候选择打一波小团的话 那么对于Dreamgirl这边来说 还是有点亏了 还是他们会不会 发条也是打得任性 打得任性 这边瑞文是被蜘蛛跟钟丹看到了 这边瑞文是被蜘蛛跟钟丹看到了 是不是要过去抓一波呢 应该是抓不到瑞文 瑞文毕竟有 有位移Q 再加上其他的W 是 1 是留不到的 看前期他们选了一个日女 但是并没有说如果我们想要打得很凶 因为这边是选了一个牛头来保小炮嘛 这个日女毕竟他 一上来就被牛头顶回去了 不是很有效果这个英雄 不是怎么在比赛中常见 下路打得算是平稳 其实这两个ADC都比较偏后期嘛 就稳稳的补刀发育好了 在前期的话又不是说一个前中期比较爆炸的 就除了刚刚盲生过来干客一波 然后基本上就一直都是很平稳的不到 主要就是上路打得很凶啊 有没有发现 上路打得很凶 对上路是一直在踢 都是你来我回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爆发疑险 上路就比较平稳的 看刚说这边瑞文的血线也是有点危险的 是的 到后期就不是特别好打 两边还都有大招捏在手上 没有晕到 一直在磕血药 这样的话就上路就互相在拼 中路呢就一直在刷 下路就是稳稳的补刀 打野 打野现在来到了上路 想要去抓这个刀妹 看一下 刀妹 有野蛮那边 盲生那边 有一个眼 是有的是被眼看到了 有蓝色方眼的 好 中路又回家了 中路又回家了 其实发调的话现在打路是 被你英文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 其实就是那种 我们没有给镜头的干客 那一波看不到 看刀妹这边直接开打 要去杀瑞文 瑞文闪现 大线走了 盲生过来了 盲生来的有点晚 还可以保住了 他刚刚是 去刷了一波石头人 所以说这个 一眼没看见 瑞文 你就差点死了 好 盲生真是吓死宝宝的 这些传送的本子挺强的 传送直接传送回塔 这样的话也没有亏多少的兵线 但是 如果小龙打起来的话没有传送 哎呦 这个牛是要把他顶回去 发调传送下来之后 会不会一个大招 打到了三个人 那么 蜘蛛 啊 牛头拉到了 还好 还好 一换一 一换一 这样的话就还可以 发调那波传送大招 还是非常的亮眼的 对对 虽然牛头不限生亡了 但是这边的话是 让 就是这次拿到一个人头 也不错 牛头拉到了一血 这边是蜘蛛阵亡了 蜘蛛阵亡了 蜘蛛阵亡了 那 红色方的话是 是 这个 现在双方比分是1比1 红色方刚刚是辅助死了 然后 然后又竟牛头拿了一血 嗯 那这样的话就 完全不亏了 比较好是这样一个 一个是辅助拿人头 一个是ADC拿人头 这样的话 其实墨西枪架来说的话 还是 还是赚的 但是一血的价格 毕竟一血是比较值钱的 嗯 辅助来到了 就现在一血也还好 也没有那么多钱 这边小炮直接是跳上来 跳脸上 好凶啊 是 因为你感到 但是被牛头剪开了 还在 双方 中路还在 不行吗 嗯 变成小 变成小动物这个 还比较猛的 那个动物是什么呀 动物是小 小兔子吗 小扑罗吧还是什么 扑罗 这个是要抓 这边 这种人这个意义 意义的好偏 需要的宇宙 但是 中路是 这边下路也是砸起来了 下路看起来了 被蜘蛛受吊倒 直接是跳走了 没事 我刚才是中路看到 露露是过去堵了一下 瑞文 那瑞文已经跑不可跑了 对 瑞萌萌 可怜的瑞萌萌 可怜的瑞萌萌 送出了自己宝贵的意见 这边芒生 其实就是抓下路的话 也不是很好抓 因为小炮这边有 有位移 然后牛头的话 保护性还特别的强 女人还会把你顶开 就是这边的话抓 芒生感觉抓刀妹这路 还是有希望 抓别的路 希望都不怎么办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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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妹这边 就是 瑞文这边 就是太弱了 就是 就是打的就是 有点灭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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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帮悠不帮悠 那这样的话 其实悠记这边 因为瑞文 刚刚那一波 被尴尬死了 所以说 尖技和人同方面 是暂时领先的 但是这第一条小龙 也迟迟都是 没有打 这边是 露露再去拿一下 自己的蓝buff 其实像我也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发条这些 都是比较 需要蓝的 有蓝buff就给 像你平时玩游戏 反正芒生 我不需要蓝buff 但是蜘蛛 其实也是有一点 需要蓝的 所以说 其实对 对就是 Dream Girl这边来说的话 其实对发条 发育还是挺 舒服的 是的 你有没有 平时玩游戏的时候 遇到这种 就打野这个蜘蛛 这样 就 哎呀我就不给你打蓝buff 有蓝buff 我自己还要蓝呢 然后就自己拿掉这种 有肯定有啊 但是 就是说 如果是排位下的话 打野一般不会这样做 就是平时娱乐的话 对 打匹配的就经常 就是我经常会遇到 就跟好朋友们 舞排一起玩的时候 就 哎中单快过来蓝蓝了 然后 过去打了打 打半天 最后还剩一口的时候 他 他被抢掉了 啊 然后他就故意 高炸 他是故意的 他说你过来吧 等我过去的时候 他拿掉了 就拿掉了 真的是 心机 拉黑拉黑 以后再也不和他玩了 朋友之间开个玩笑嘛 我有遇到过那种打野 不经意又红buff烫死 啊 那个挺多的 那个挺多的 对 故意的其实 就是喊 你只要留好技能 你只要留好技能 一般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像有时候孟甘娜 打W6吗 他只有W1跳 跳死了吗 结果W6没跳死 然后就打野了 红buff烫死了 当时我就震惊了 我不是 这样是要造团抓一下 呃 这个 中单吗 发条 但发条一个眼位差下来 他们就 没什么想法了 瞬间没想法 这样好像就想开一下这个小龙 而且现在看到五个人 已经聚齐在了下路 这边其实是有眼 察觉了男生方 这边是在打小龙 哎呀 没几个大 没有收到 那么第一条小龙 是被UG 这边收 Ugirl 收掉 就其实就是 像这个游戏的话 基本上就是 跟好朋友一起玩的话 五块的话是 其实特别有意思的 嗯 像Ugirl 刚刚他们队长也说 他们队伍是一款 就是 是一个 呃 这个配合非常的好 那么一个队伍 看到他们刚刚拿小龙的话 是直接一起起来五个人 嗯 举行力 包括配合方面 好像去Ugirl这边 更加 厉害一点 对 之前也像那个 队长他们也说了 我们Ugirl 是一群 非常团结的 呃 就是 队伍 然后说他们为这个 这个 LSL比方比赛 就是 准备了很久很久 我们来看一下 牛头是要 没 哎 被这个 哎 这个传送下来 传送下来 传送了两个下来 露露和 这个都下来了 但是对面的话 其实也 五个人的 那这样的话 其实是一个 四为五 小炮 就跳两刀 小炮跳两刀 哇 哇 双刹一个炸弹崩掉了两个 是的 三刹小炮三刹 小炮会不会四刹 哇 瞬间帮我这样 四刹 那感觉这一波 经过这一波 他Jumbo 又走远了 对 这个小炮发育的 真的挺不错的 他这个团战的位置 然后队友帮他先造成了第一波的输出 他跳上去直接是收割 因为就是对方技能是已经被打完了 没有什么位移的技能 就是技能 而且这边的 空挡期 这边支援还是蛮快的 像牛头刚刚打那个二连上去了之后 然后紧接着这个 刀妹传下来 刀妹传下来 然后中单露露也传下来 中单也传下来了 中单传到下位 对 然后Dreamgirl这边八条是开了一个大子 大到一个人 只大到一个幅 八条刚刚半没 对 没有像之前那一波那么爆炸 然后呢 这个小炮的话就 游猛出出 对 配合的话 还是UG这边反应会更快一些 对 队员到位也更快一些 嗯 那这样的话 看到UG的 优势已经可以说非常大了 HuG这边比赛进行到19分钟 然后星期差距是5000 HuG这边拿了一条小龙三座塔 射掉了 射掉了 红色方这边的中塔 现在还在向高地低近 这局应该 人应该稳的 Gymbo哥这边想翻 但是他们是 阵容哪个方面的话 是一个推进的阵容吗 它还不像上一局 上一局 Babygirl还是一个团架大交流 还是说如果太大了 还是有机会 对 他们靠一个 铁接的好 可以翻 但是他们 Gymbo哥这边的话感觉 他们只能靠盲生 飞过去踢一个回来 或者是 他们一个 他们本来是可以 就是说单点 就每一个点 都可以就做成 做成一个成端的输出 但是他们每一条线 其实都是挺烈的 上路 有人是被倒霉压 中路发条被露入压 这个下路的话 可以看到小套那一波 抓了几队 发条是三个大可以的 但是 他在这个非常的刚在前面 但是 这个没进入 虽然说发条大的超级好 但是他们的输出不够啊 这边这一波 把这边都掉了 好了 我觉得 Gymbo这边就是翻盘无望 他输出不够 刚刚刚那一波 就是说 虽然说就是大的很漂亮 嗯 这边中单发条大得很漂亮 但是这边的队员都是 就是队员的发育 没有 对 主要是 就是主要是 大是大到了 但是谁是粗粗呢 没有 就是说打人不疼 不掉血 就是因为这个 他们打人一点点掉 别人打他 就是 一块一块掉 看一下出装嘛 看一下出装 对 导播可以给我们切一下 双方队员的一个出装情况 主要是瑞文他没有发育好 所以说他 我刚刚看到他基本上 我看到瑞文他刚刚打团的时候 切进去 就是确实是打不丢 就是就是一到了三个人 但是 瞬间自己残血了 然后跑出来 我参与只后蛇和cd血 他是不是刀妹还是瑞文 瑞文 那么基本上差一个 刀妹是 三项冰夕仁者鞋 那装备是差一个大剑 是的 那么刀妹的输出 感觉这两边的话虽然说 这个 中单开团开了可以 但是伤害没有 各路都 所以线上比较劣势 那么团打起来也没有什么 蜘蛛的话 这天拯救了自己 推到自己队友身上 还是可以的 而且鲁鲁还给了一个大招 保了一下 怎么给牛头了 鲁鲁给牛头了 哦不对 是给 给蜘蛛了 蜘蛛了 对 那牛头身上那个盾是啥呀 你说牛头脚下的那个东西吗 不是 刚刚身上有个盾 可能不知道是谁给的 鲁鲁也可以给盾的 也可能给鲁鲁和一个盾吧 那就是给了刀妹一个大 给了魔头一个盾 现在是要来到小龙 要偏辅助型的一个 如果打中单的话也比较偏辅助的 功能性 功能性 功能性的一体 就是打船保队友行吗 嗯 你知道他这条小龙 嗯 绝对过这边不准备要了 要 也要不到了 打完小龙之后 在这个场上是真眼的可以看到 不怕 我不怂 我就是往里面冲 我以为他们是要 阴一波对面 啊 觉得对面会再防一种吗 优格这边 这现在基本上人头皮 12比3 不用阴阴对面 直接团过去 我就不熟 我就团 那这样的话是直接 蜘蛛和牛头 往前面一摆 是吧 刀妹再往前面一摆 这个也 没什么小法要上 而且刚刚发条也是不在的 其实他们一个先手的话 主要是 所以 呃 军队哥这边其实他们 这个阵容选出来 是要去打先手的 但是 很难打 打先手的话 这边 就团起来的话 也不是很好团 这边就是 鲁鲁的保日能力太强了 然后我们ADC 这个位移 这个位移也是抓不到的 我刚刚看到 鲁鲁一个Q技能 ADC直接对面那个 搬鞋 直接搬鞋一下 太可怕了 鲁鲁发育得非常好 基本上是装备碾压 不不不不不 嘚瑟 我感觉到自己这一集也是顺利在望 所以说选手其实心情也是比较开心的 打起来 打起来就比较奔放一点了 前期就是说如果 盲生就是说去 就是好好的抓一下 镇上的话 其实还是有优势 就是还是有可能的 Gengar这边 就只能依靠抓人啊 然后单点 8条的话 8条的这个 就控制打得还是挺好的 就中间只有下落那一波 所以只打了一个 但是其他情况下 都打了很多人了 但是 他们一个伤害 的确是 没有 其实我觉得Gengar这边如果就是说 这样选上单跟打野的话 Gengar他们其实不用 其实可以考虑选一个就是爆发型 然后就是秒轮型的英雄 选一个维克托欧或许会更好 对对对就是 他们这个阵容的话 其实团起来就不是很好团 就是跟优格尔这边相比的话 我也觉得如果Gengar这边 选一个 哪一个维克托欧可能会更好 但这可能是因为一个 选手的英雄池的问题吧 可能说他自己更擅长于去玩八条 因为我觉得女孩子 英雄渠一般也没有特别深 好你是说 你是说 英雄盆 对对对 英雄盆 英雄碗 英雄碗 英雄碑 英雄碑 那这样其实 包括在之前几场比赛看到 他们其实现在地组这几个小组 是都有专专的 哎 这边盲山是被抓了 直接被抓了 被抓 被这个脸碳草虫的典型人物 这个不知道他跑去 对面也是打野 对面也去打野 Kimmgirl打野死了 那 游戏说这条大龙我就不客气了 我就说 有想法要强 可能要放大招想 哎 再放完了 没强到 好难也强到的 因为毕竟打野死了 就成绩也在那里 但人头数的话 现在已经领先十个头了 而且经济数也是领先了一万块钱 一万 Kimmgirl这边 比较非常狠 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 可能就是说 选择英雄上面 他们可能还是 要再烧架 跟教练烧架探讨一下 对 像我之前有说 那个C组的小组赛 是没有人会玩穿的 就没有人去搬穿的 但是也没问题 这个发条直接被钉在 在塔下 凭过高架 这个刀妹 刀妹大戴身 简直是 对 有乐而弹到架前 被打走了 但是没有什么用 直接被刀妹收掉 小炮也是 这个 怎么说呢 直接把马克风轰走了 嗯 其实如果不轰走了 可能是可以击杀 不要捧怕 直接捧它 那这样 其实我们可以恭喜一下 优格 这边翻盘无望 小炮好澎湃直接 达不到杀来 你要掉了金克斯 这边 毛泽还是要死 不要连 就直接是可以一波 一波高力了 就要拿 就可以去 做 搜索 这搜索点子是爆炸啊 嗯 瞬间爆炸 嗯 那么恭喜幽季 取得了奔场比赛的胜利 其实我看到